台灣人一年可以吃掉上萬噸的巧克力 創造百億黑金商機 本土品牌也跟著百花齊放 朝精品化發展 他是莊凱宗 是國內在世界巧克力大賽 在BONBON這個項目上奪下最多獎項的台灣人 從2017年至今 至少包辦亞洲區五金五銀十五銅三個特別獎項 他把具有台灣味的材料 像是薄皮辣椒 九層塔等等巧妙融入巧克力 外殼更美得像寶石 讓人目不轉睛 你好 老闆你好 我要買那個這個八顆的 八顆的 那你幫我配一下 好 你們今天是聚會 我要送我現身吃 好 資訣老陶害羞一笑 春芝姐玩如百五十般的巧克力 其實最能象徵愛情般的滋味 這個我幫你挑一個高粱酒烏龍茶 是 然後上面這個是威士忌 亥波 這個的話它是二樓陽台 九層塔跟百香果 可甜可言 還可火辣辣 也能勾起小時候對媽媽記憶的味道 你家裡種在二樓陽台的東西 還有九層塔 還有百香果 然後也是蠻台灣味的東西 九層塔我們吃飯的時候有時候 小時候那個我媽就說 滴滴去二樓栽 九層塔 對喔 那我就跑去二樓 別以為九層塔只能當尋常香料 先細細的與鮮奶油乳化 產生光滑如絲段的光澤 再搭配酸香的百香果汁 入口不突兀 反正脫出巧克力 細膩又有層次 像做法式焦糖布丁一樣 噴槍的烈火燒出了砂糖的焦甜 轉變成深虎菠色 此時加熱的鮮奶油 在倒入鍋內的瞬間 泡泡會以大量膨脹 產生許多蒸氣 重頭戲還在後頭呢 然後現在我們加這個薄皮辣椒 等一下遇到溫度的時候 它的香氣就會上來 它吃起來不會很辣嗎 微微的 就像你在喝雞湯一樣 甘甜微辣的感覺 取材於到底台灣味的薄皮辣椒 與進口巧克力醋相遇 辣中帶甜不膩口 也看得到台灣甜甜師傅的 無限創意 這個是可可脂跟鹽巴 我讓這個焦糖比較有凝固 另一個 採用國外進口的可可豆 所榨出的天然可可脂 又被稱作可可油 而非房間廉價植物油 是掌握舌尖上美味的關鍵 如果它在蹦蹦裡面 水分太久的時候 它會熱脹溫縮 所以它會把它擠出來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焦糖太軟的時候 你的殼會撐不住 它會有一點軟角軟角 蹦蹦在法文是糖果的意思 巧克力蹦蹦的外殼 厚度僅僅一毫米 是包裹著不同口味餡料的精緻糖果 調溫的好壞 直接影響到外觀的美醜 現在29.6左右 那接近超過30度上下 那我們就可以加奶油來均質一下 手上的測溫器幾乎不離手 彩灰色素一會兒放在冰塊上 一會兒又用工業級吹風機 反覆升降溫 法式甜點是所以世界文明 講究的還有華麗外表 考驗著巧克力師傅 是否具備精湛的彩繪手藝 通常用來裝飾木子蛋糕的巧克力噴沙 或製作各種酷炫的手工巧克力 一次只能噴一種顏色 然後層層堆疊上去 厚度過厚或者結晶時間不夠久 表層都容易脫落 它一層結晶巧克力要穩定 你要半天 一個顏色你要等半天 不然它會脫不下來 它會黏在上面 想營造出新空坎 甚至連香皮筋都派向用場 頭戴經典貝雷帽大丸調色盤 頗有法國街頭畫家的極視感 從小熱愛藝術畫作的莊凱宗 把輕薄細緻的巧克力外殼 當畫布盡情揮灑創意 過程有掌聲也有虛聲 剛開始大家會覺得說這個是看的 還是用來吃的 他們都會放入口中會有點抗拒 所以他們覺得價格又高 然後不確定 所以剛開始都要細心的介紹 然後加上我們努力的技巧 那加上還有就是台灣的風味 那給他們去嘗試 那他們開始慢慢接受度又 可以了解說這真的是一個 比較精品類的巧克力 精品巧克力英美的相符畫 讓第一次光溫的Lanke 不敢輕易嘗試 趁讓這位年輕創業家 感到無比挫折 幸好這道療癒人心的甜食 對台灣人而言 已是自用送禮皆相宜的代名詞 給您送上的是四顆彩繪的 BONBON巧克力 是什麼 九層塔 九層塔 甜香甜香 推翻了以前所有的巧克力 既有的觀念 不管是傳統或創新口味 兩千三百多萬人口的台灣 根據調查 一年就可吃掉一萬一千八百公噸的巧克力 看見這股敗意的黑金商機 巧克力不再只限外來進口 本土品牌跟著敗話齊放 2017的亞洲金獎 這個是龍眼蜜 這2017的覆盆子群一場亞洲銀獎 自2017年起參加世界巧克力大賽 陸續拿下亞洲區五金五銀十五銅三特別獎項 得獎的速度快得來不及標框 一張張相金又包銀的獎狀加持 是對莊凱宗才華最佳的肯定 但創業人生豈有一帆風生的 退伍之後跑去保護公司銷售主堡 那過了一段時間覺得二十幾歲 快要進入三十歲 想要開始創業 所以我就去了日本去學習團隊 那時候去日本 然後上課的時候又是素人 那個完全小白素人 所以上課的時候進度很慢 那大家廚房都收完了 我都還在摸還在收 那廚房教室都是最後面那一兩個 富日當學徒的那段苦日子 靠著情人捕捉堅持不懈的努力 終於撐了下來 這一路上也不都是辛苦的坎 很機緣巧合的時候 就是在明治省宮前 然後一間就是遇到問路 然後就是遇到他 對 然後就慢慢聊 然後聊著聊著就發現 就是大家其實都有一個 就是比較有理想化的一個東西 那就想說跟他來到台灣 去實現這個東西去試試看 比偶像劇還偶像劇的 東京愛情故事 讓莊凱宗順利取回美嬌娘 妻子馬家靜 氣勢寫內住也是伯樂 他其實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那從早上晚上 然後有時候晚上睡覺做夢 都會講一些關於巧克力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支持他 讓他慢慢從後面走到前面 讓更多的人看到 有了妻子精準的眼光和鼓勵 讓莊凱宗從廚房後台走向前台 又從台灣走到國際 證明了台灣軟實力 跟驗證了人生正如同品味 不同趴數的巧克力一樣 傳說苦甜之間 而最終會苦盡甘來